乌克兰的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糟了 只有有点顶不住的架势了 拜登突然就退出大选 特朗普就很有可能上台 那被忽悠的泽连斯基 这下他心里就更没底了 乌克兰外长突然紧急访华 外界就分析认为 这是要向中国求救 乌克兰这张牌 我们在合适的时候也可以打一打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美顿评 最新的消息 应中国外长的邀请 乌克兰外长库里巴将在 7月23号到26号期间 到中国进行访问 这个消息确实来的有点突然 因为事先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 库里巴访华的时间点 这就太微妙了 你几点事加在一起 你看看 很微妙的时间点 而且到访的时间真是有点长 前天后后加下去 手里加起来 他有四天的时间 在外长访问的这一层面 确实比较少见 所以看样子 他们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是要来谈 而且会涉及到一些细节 应该主要还是乌克兰 何去何从的这个问题 外界就有分析就认为 在一定的程度上 这是乌克兰向中国求救了 他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认为 这个求救还真谈不上 我们也不可能救得了乌克兰 求救这倒是真的 为将来和俄罗斯的谈判 乌克兰可以多弄一点本钱 同时也寻求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 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其他的层面 乌克兰现在的处境 那是越来越不妙了 甚至可以用危险来形容了 特朗普能不能当选 他还是个问号 他并不是施拉久问的事情 但是拜登这一宣布退选的话 那他肯定就意味着 他很快就要退出政坛 他的势力势必会被削弱 拜登算是非常支持乌克兰的了 而且他家族的利益 包括他儿子 跟乌克兰之间的利益 说不清道不明了 拜登肯定是要袒护乌克兰的 但是你说拜登一退出大选 他的势力减弱之后 乌克兰的处境 那可谓就是雪上加霜 甚至斯莲斯基都有可能会被拿掉 在这一段时间 乌克兰已经频频的放出软化了 要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这个是大势所趋 也不得不如此了 中国在未来俄乌谈判中 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当然不可能介入 他们一些具体的内容 你比如说他这个边界的确定 乌克兰是不是加入北约 或者欧盟什么的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介入这些 涉及到他们两国内政的事情 而且实话说 在这些方面我们也使不上进 但是呢 我们是坚持着中立的这个大原则 坚持着这个立场 那提出的和平框架 它是会发生作用的 而且以我们是联合国 五常的这个地位 以及和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双方咱们都是说得上 化的 而且咱们说话 这个分量也是摆在那 在国际层面 在联合国层面 没有我们中国的支持 俄乌问题就难以解决 乌克兰这边呢 也别指望咱们中国 会在俄罗斯里边 说点什么好话 有利于他乌克兰 我们坚持中立立场 也不会干这种事 但是也正是因为啊 我们坚持这个中立 也就能为乌克兰 提供一定的帮助 这个倒是实实在在有可能的 你看前阵子啊 匈牙利那个总理 欧尔班就访问了 乌克兰俄罗斯 然后到了我们中国 然后呢 还和特朗普见了一个面 这一大圈兜的呀 这是一个信号嘛 这其实已经预示了 解决乌克兰问题 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那么在这种铺垫之下 乌克兰当然 他应该是想明白 应该怎么去做 咱们再注意一下 这次乌克兰外长放华啊 他是受我们的邀请而来的 这说明其实啊 中乌一直保持着各种沟通 中乌之间的沟通 渠道是通畅的 我们邀请他们 说明我们啊 正在把握好时机 主动采取行动 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 在这方面 我们再做出努力 这个方向是积极的 这有助于我们 未来和欧洲 处理各种关系 假设说啊 特朗普上台 那对我们肯定会采取 这样那样的啊 他这些手段 咱们大概也预估的到了 如果说对我们 变本加厉的 我们手中有乌克兰这张牌 也是一个挺好的 反制手段 就知道了 小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